非常鮮厚的美少女 好了好了 我交給我 我是懷疑你是來聽我的聲音還是在聽我的聲音 好好好 這其實我還有三張對不對 也可以交給我 也可以交給你 大家好 我叫劉璇 我一直在自我介紹 那我為什麼要放到這一張呢 其實我想要跟大家說 我是非專科出身的這我剛才說過 但我剛剛說什麼 喔好 就是我是非專科出身的 然後我其實是在高雄醫學大學的護理系畢業的 然後我在護理這個行業也很久 就是大概六年 就是那個執照都已經要翻一輪了 然後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自己說 我為什麼會對設計很有興趣 然後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叫說 人生永遠不要放棄上帝給你更大的夢想 好 因為呢 其實我小時候就很喜歡畫畫 然後我就很喜歡設計東西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小學得過寫生的優學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媽我要去讀美術系 我要去讀美術班 然後我媽就說 摧摸套囉啦 不要這樣 然後我就乖乖的去讀了普通高中 然後在普通高中當中 因為我普通高中就是又比較新 它就是有音樂系 然後又有美術系 然後我就跟媽說 媽我想要讀美術系或美術系 然後媽就跟我說 那你以後要做什麼 你以後會不會沒飯吃 然後我就默默又打消這個念頭 然後我看了一部漫畫 她在講服裝設計 然後就跟我媽說 我想要學服裝設計 然後我媽又說 你還是去讀護理系好了 以後才會有鐵飯碗這樣 然後所以我就讀了護理系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我就開始放棄我原本喜歡畫畫這件事情 然後我寫生的能力也開始變很爛 所以我現在畫出來就是比較 就是有一種個人的BG形狀的那一種 就是不是走寫生路線 好 但是呢我在那個2012年的時候 也是去了新媒體學校 然後因為我本身就很有興趣 我就開始去加入他們的課程 然後但是從視覺設計到動態剪輯 就是其實我發現她 我的我想分享的是 新媒體開啟你另外一個世界 就是我其實只是興趣去看看而已 可是在專業這些媒體的過程當中 你會發現更多不一樣的世界 不一樣的技能跟學習 然後很常大家都問我說 欸你現在只有接啊 那你是接什麼 然後我其實也很難跟她說 我到底接什麼 因為我什麼都接 就是我拍影片我也接 動畫我也接 然後設計我也接 嫁網站我也接 但是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 就是我想跟大家說 因為你在研究新媒體的過程當中 它是層出不窮的 你不要設限你自己 於是你就變成一個斜槓青年 就是很多人覺得斜槓青年可能是 你同時堅持很多工作 但我覺得斜槓青年是一個特色就是 你會去研發跟研究 你就擁有這些技能 好 那我現在跟大家分享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你是怎麼踏上做媒體這條路的 好 其實就是不知不覺就踏上 我跟大家就是不一樣的事情 可能有人讀專科 可是我是怎麼踏上做你這條路 是我印著我的興趣 然後我開始接觸一些軟體的時候 我就認識了媒體 但真正就是真正跨界的原因就是 我必須要離開我原本的工作 因為我媽得了癌症 然後我必須要有一個堅持的工作 才能夠同時照顧我媽媽 然後也同時有薪水 於是我開始就開始接設計 那你其實一開始做的設計 你的作品都很不堪 但是我想鼓勵大家說 不要害怕犯錯 然後不要害怕接案子 因為即便你在裡面受錯 就是你可能會被客戶一修二修三修四修 然後修了之後不理再修什麼 可是都是你經驗的累積 然後 當我有穩定了一些作品之後 我就決定選擇開始這份工作 然後那其實是一個很辛苦的動作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比較修與設計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走過流淚谷 這是一個很辛苦的工作 是因為我不是讀專科的 你知道專科就是 你不是讀專科最常被遇到的 就是你發現你都在問新手村的問題 然後別人就會覺得 剛好也去爬文 然後就覺得也是新手 怎麼問這些白色的問題 可是大家不要害怕當新手 就是新手也有新手村的地方 我就在新手村裡面生活 對 然後 在這個裡面就是我學習到就是說 其實做設計它不是一個比較 在經營媒體也不是一個比較 它其實是一個分享 其實設計的人都很愛 就是偷留一手 就是 我這邊比厲害 我那很比厲害 可是我覺得在新媒體學校裡面 它是一個分享的開始 每個人都在分享自己怎麼做到的 每個人都像稍晚一樣 剛剛分享它share哪些平台 其實 有在做事情知道說 我發現一個新平台 我以為告訴大家說 我發現一個新平台 你趕快去看那邊有多好的東西 大家就會默默的就是收起來 可是你在新媒體學校裡面 你是分享 你會發現分享極力 更多的創意 它可能不是你可以 就是自己一個人就完成出來的 那 在做設計小路的時候 我也學到就是說 你不要總是覺得自己是對的 或是不要 因為私底的人都會有一個 我的設計理念 只有我懂 就是我就是堅持 可是其實設計理念它是一個 你設計出來的東西是要跟人家交流的 是要跟人家溝通的 你不能忽略人的這一塊元素 然後 我就做了一個跨學的選擇 是因為我覺得我 視覺會說話 我做的影像也會說話 我想要透過影像來講一件事情 改變一件事情 而不是它很炫技 而它是有溫度的 設計跟人脫不了關係 然後 我第二個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 你都是自己學嗎 對我都是自己學 那 自學的開始是 其實是你遇到困難 其實很多人 要開始自學之後 他會放棄的原因是因為 他遇到很多困難 他不知道去問誰 但是我覺得這是 培養你解決問題的能力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獨立的設計師 你也會遇到很多問題 可是你學校學會解決問題 那 這就是 在解決問題當中 你就會遇到一些瓶頸 就是你會 你會 不知道怎麼突破 一開始可能 你開始做一些 色塊的設計 你就會覺得很厲害了 可是 你會發現 你做出來的東西就是沒有味道 那我覺得 在這個瓶頸裡面要突破的是 你一定要去問一個 前輩 你不要在自己的裡面去 就是說 其實我跟你講沒有那種天馬行空 就是你覺得碎 碎又畫幾筆就會變成這樣 或者是 隨便用幾個字 就會變成這樣 就是 這個應該是 水彩筆隨便 點出來 這都不是 那你要怎麼知道 他是怎麼做成這些東西 你就需要去問這個人 你就可以去學習他 你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你就會 培養出自己的技能 跟 變化他 因為每個人的感官都是不一樣的 就是 你聽到的跟你講出來的一定不會跟他一樣 你使用的色彩也不會跟他一樣 可是要在分享裡面才能夠激發創意 然後我在自學裡面的驚喜就是 其實我在裡面跌倒過很多次 但是 在跌倒裡面會很容易受挫 你就會有壓力 然後因為想要放棄 然後你就會開始 憂鬱自逼啊 然後不想走出門 或是想要放棄 可是這個驚喜就是 你在走這條路的時候 我剛說過解決問題的能力 跟影響挑戰的能力 你會發現 這是我自己成長的 就是我以前是一個 呃不太會說話的人 然後 我媽都要逼我跟阿姨打招呼 然後 我還是死不跟阿姨打招呼的那一種 然後我媽就會叫我去那邊法戰 或者是我媽跟我講長篇大道理 就是 我都不愧她一個字 然後我媽就會哭著說 你好歹也說一句話 然後我就說我還是不講話 就是 我不會與人溝通 可是在做設計的裡面 我發現我開始會 與人溝通 我不再是一個自閉跟憂鬱的小孩 也是因為我從分享開始這樣 那自學的心法跟秘訣 其實我剛剛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只是大家會問我說 你去哪裡學 就因為覺得說 我做出來的東西很不一樣 或是我怎麼會 我會不斷的層次不窮 就是 就是卡關之後還可以再繼續 那我其實想要非常 第一個就是 暴力展開 就是 什麼叫暴力展開 就是我以前 我其實也沒有特別聰明 但是我讀的學校也還不錯 就是也是前幾次元 那一些我學會永遠要做暴力展開 就是 以前大家都知道 三的三四方是多少 可能就是 我是用加的 你可以一切是用加的 就是三的三是用加的 三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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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然後我在小學的時候 就是會畫蘋果 就畫很多顆蘋果 大家不要曉得 這個土法煉乾跟暴力展開的過程 你在這個地方 你所學習到的東西 不是 就是 因為我比較學醫學 其實大腦有些結構 你是沒有辦法走捷徑的 你是沒有辦法走快速的 你在當中累積過的東西 是比別人更紮實的 於是呢 可能很多人看到這個之後 就會知道說 我不知道怎麼用斜線對齊 但是我就是那個笨蛋 我會一個一個一個對之後 然後再跟別人分享 他會跟我說 我是怎麼對的 或者是左邊跟右邊要一樣大 然後大家就會知道 其實可能有一個東西叫置中 那我可能就是會 拉一條圈那邊拉一條圈 然後才有人問我說 喔這叫置中 可是呢 不要小看這些過程 你會 你的耐性跟你的品格 跟你的分享跟溫暖的程度 是可以大過別人的 好 然後不齒下問 就是 我真的蠻不齒下問的 就是我最近接了一個很硬的工作 就是他一個月要剪七支影片 然後是一個很厲害的導演 然後 然後 為了其前的剪接能力 其實就是大概可以 瞬間瞬間 然後做一些特效很厲害 可是你知道在 進到那個領域之後 你會發現 剪劇情類的東西 它是你跨一步 或是你一個呼吸 就是那個呼吸被你剪掉之後 導演就會 真的覺得說 你怎麼會把這邊剪掉這樣 然後我就要不齒下問 就是說 喔不好意思 什麼什麼的 導演就要說 但是學到的是我 因為我就知道說 這個呼吸 然後剪進去 他告訴我 情緒是一格一格的 然後他就很常在我前面很激動 我聽就這邊 這邊 然後我就到底是哪邊 所以搞不清楚 到底是哪一邊 但是他經過他的修完之後 我的影片真的是變得更有溫度 因為我學到那個 以前大家都會對節奏剪 對音樂剪 可是其實音樂是起始 就是你的影像會說話 那再來 我最近還有一個老師 叫Google大神 那很多人 大概大家都也常用Google 那這部分大家 我教育我的決定 就是我會用英文的關鍵字去搜尋 就是 其實我英文沒有很好 可是你知道 在這個新媒體的世界 即便你英文沒有和好 你也可以很會學 你可以去看得懂 YouTube的英文影片 所以我就會把 比如說我要學 學伊拉的什麼功能 我就會先Google那個 中文的英文字 然後再把英文字 打進去YouTube裡面 然後你就可以學到 哇 國外的資源非常的豐富 然後你再看看 右下角的一個翻譯成中文 就是一九人就會大概 懂這個邏輯 然後早前被我剛剛說過 再來是你要建議自己的 學習平台 就是我會訂閱一些網路課程 跟你要把這些平台分類 其實像伊拉啊 或是Finalcard 或是Foloshop 在Facebook上面 已經有很多的 國內外的族群 或是社團 那最近動畫最紅的是六指圓 那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 這些上面去學習 好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劉璇 我剛剛在聽劉璇講的時候 就發現